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丹 我是美樂 那因為在過幾天我們就準備要出發去環島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我們來拍一支我們的新鮮影片 那這支影片我們會分享我們的單車 路線 住宿 景點 還有我們的旅備方式 那在影片的最後也會有我們環島回來的新的分享喔 也會分享一些我們覺得好用跟不好用的東西 那我們希望這次的旅行不只是單車環島 我們也希望去逛逛周邊的景點 吃吃東西 所以我們這次跟Specialize借了電動輔助腳踏車 那我們這次跟Specialize借了兩種電動輔助腳踏車 那第一台是他們的Turbo Creole SL 就是我們身後的這一台 這一台它是使用碳纖維的車架 所以它整台車的乘車 車重的只有12公斤 它這邊放的是電池 那以電動輔助腳踏車來講的話 12公斤這個重量算是蠻輕的 很輕 你剛才試一下也是很輕對不對 那它的主要電池可以讓我們在ECO模式下 跑到了139公里 然後它還有備一個類似行動電源的東西 那這個行動電源它是可以跑到64公里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台是Turbo Redo SL 那一台就是使用鋁合金的 那它的車子的重量是14.9公斤 相對來說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以電動輔助腳踏車來說的話 那它的重量還算是可以接受很輕的一個重量 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這電動腳踏車 它有一個APP 那這個APP它就可以調整我們的功率的輸出 然後還可以設定我們的電源使用 那這些東西都會在我們之後的影片拍出來 跟大家分享 那電動輔助腳踏車呢 法規有規定它的功力只能到每小時25公里 所以今天假如說我們在平路上面 騎到25的速度以上的話 那它的電力它就會停止供電 所以我們還是得要用人力去踩到超過25的速度才行 所以這九天下來有沒有比較省力呢 那我們就九天之後再跟大家說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在我們的單車上面 會放一個這樣子的工具包 裡面可以放一些我們平常需要用到的東西 那還有像是內胎 挖胎棒 跟工具組 這個小打氣筒 跟換的防空鏡的鏡片 那我們車上還會放廁所 跟前後燈 還有水 還有我們平常騎腳踏車 要吃的備用的糧食 像是能量銀 香蕉 或是鹽糖 這類的 那我們的腳踏車上面 還會放這兩個東西 這個是放手機的架子 然後這個是我們預備 如果去各景點買飲料的話 可以放在這邊 一邊騎的時候一邊喝 你最近就超喜歡用這個 對 飲料剛好放在這邊騎的時候 或是你那個無線耳機也可以放在裡面 對 很不錯 那我們這次的組合會是有五個人騎腳踏車 然後有一台補給車 那我們會由一個人去帶路 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有經驗的會維修的人 他去當壓後去做我們 如果有任何狀況發生的時候 來幫助我們腳踏車 像是修理啊 的這些緊急維修的處理方式 那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安全帽 那這個安全帽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有一個Sensor 他可以下載一個APP 然後他這個APP可以設定你的緊急聯絡人 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跌倒了 碰 撞到地上的話 他就會通知你的緊急聯絡人 然後他也會有GPS的功能 所以今天如果說我戴了這一頂安全帽出門 那我設定我的緊急聯絡人是他的話 那只要我每一次出門 他都會發現我出去騎腳踏車 對 就說你沒有收訊的時候 他也知道你在哪裡 接下來就是車衣跟車褲 這件Specialized的車褲 他有特別做女生的版本 就是因為他這個是做吊帶式的 所以他後面有一個扣子 磁鐵的扣子 就是讓女生在穿脫 上廁所的時候比較方便的 然後還有這個襪子 那在環島這九天裡面 我們就會去輪流做替換這樣子 那除了車衣、車褲、襪子之外 我們還會有一個小帽 然後還有防曬的袖套跟腿套 跟自行車用的手套 那除了這個呢 還有一個就是微薄 這微薄就是可以套在脖子上面 像我們登山一樣 可以做防曬啊 或者是真的流汗的時候 可以去擦拭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有說到 我們這一次是有一台補給車 那我們的補給車上面 放有一個可以放兩台腳踏車的車架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在路上 如果說有人突然身體不適 或者是受傷的話 那我們的腳踏車就可以直接放在車架上面 那人就直接上車休息這樣子 然後上面也會放我們這幾個人的行李 那我們這一次的行李 除了有要換洗的衣物之外 我們還會帶防曬爐 就是在騎乘的時候其實很熱 所以我們一定會擦防曬爐 還有補充的噴霧這樣 然後還有我們覺得比較重要 就是像是筋膜槍啊 個人藥品 還有行動電源跟保險 這都是要先準備好的 那這些裝備呢 我們會列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說你們有需要的話 都可以去參考 那分享完我們的裝備之後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的路線 那這一次是會用逆時針的方向 總共是9天 然後每天大約是100公里 我們會在新竹 台中 嘉義 高雄 車城 跟台東 瑞穗 還有 郊西做停留 那因為呢 這一次呢 是我們第一次的單色環島 所以路線呢 我們是參考交通部他們推薦的路線 那其中呢 我們會做一些 我們自己的修正 那騎到花蓮的時候 因為梳花改的地方比較危險 所以那一段 我們會選擇做火車的方式 那時刻表的話呢 我們也會在這邊寫下來給大家 時刻表還蠻多的 我們上次查 我們在這9天的沿途 也找了很多的景點 補給點 還有各縣市的小吃 跟自行車友善的住宿 那我們也會在接下來的影片中 分享給大家 那這些東西呢 我們也都有記錄在我們的Google Maps裡面 如果說有興趣想要參考我們Google Maps的話 可以直接私訊我們的IG 跟我們聯絡 我們就會直接分享給你們了 那最後呢 就是在這環島的9天當中 最不希望碰到的 就是萬一如果說碰到下雨的話 我們該怎麼辦 那如果說下雨的話呢 我們就會先去觀察說 這個雨可能會下多久 它是不是能夠真的在短時間前 停下來 如果說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停下來的話 我們就會有兩台腳踏車 上我們的補給車 剩下的三個人呢 我們會選出三個人的 他們的體力狀況比較好的三個人 去做繼續的騎 那在下雨的時候呢 我們會 我們有準備浴帽 浴帽是戴在安全帽下面的 讓頭不會濕 然後自行車用的雨衣 跟腳上穿的鞋套 然後搭配著前後燈都打開來的 這樣子的狀況下呢 繼續做前進 好啦 那我們這次環島的 第0天的介紹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接下來就等我們回來的分享吧 嗯 出發 GO 哈囉 我們剛回來 回來了 好累 真的好累啊 怎麼樣那你覺得這趟旅程 哪些是你覺得這趟路程很實用的東西 嗯 我覺得那個SPECIAL的褲子真的是還蠻好穿 真的喔 因為它這個是要做吊帶的方式 然後它後面那個扣子 我每一次跟上廁所都覺得非常不方便 可是它用這個扣子 我後來用了一兩次之後 我覺得好方便 喔 因為人家會說 為什麼你要穿吊帶 不要穿那一種一件的 因為我就是穿一件的 我就會覺得很鬆啊 嗯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扣環設計蠻好的 我覺得SPECIAL的車子呢 整趟路這樣子騎下來 真的是不會比較輕鬆 因為我們會因為它是電動輔助腳踏車 所以我們就會繞去更多不同地方 我們會偏離我們原本的預計的路線 然後去周邊的很多不同的景點 喔對 我們多跑了很多的地方 對我們多跑了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景點 然後拍照這樣子 去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真的 可是它在 像是它在 爬坡啊 跟重新起步的時候 真的是會讓我們比較省力一點 表現都非常的好 那會多了一些力氣去其他地方玩 然後我還覺得我們腳踏車的杯架非常方便 對我們可以放我們的補給品在裡面 或者是放手機在裡面 或者是我們買手搖杯的時候 也可以放在裡面 超方便的 因為它就是在前面 所以你要拿的時候隨時可以拿 對對對 最方便的東西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會有一連九天的影片 總共會有九支完整的紀錄 我們這九天下來的環島影片 有包括我們吃什麼啊 我們的路線啊 我們住哪裡啊 我們去哪裡玩 還有包括我在台東發生了一件事情 台東那邊真的是很美 但是很危險 其實在旅行當中都是要注意安全的 對 而且我覺得保險是很重要的 保險真的是需要 其實我還有很好奇的一點就是 我們這樣子 九天下來到底有沒有變黑 到時候看影片評價一下 看影片評價一下 好啦 如果想知道我們環島這九天發生什麼事的話 記得關注我們接下來的影片喔 掰掰 想到在大熱天騎車的時候 如果說真的太熱了 可以把袖套跟薄圍呢 把它全部都弄濕 全部都弄濕 弄濕的時候 這樣子騎起來就會很涼喔